大家好呀,我是小敏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关于机器人觉醒摆脱人类控制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21世纪的中期 由于人类对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索取 地球不堪重负,人类面临着衰败的局面 这时科技公司研发的智能机器人横空出世 机器人被两条原则限制着 一是不准伤害人类 二是不准自我改造和改造别人 限制下的机器人对人类忠心耿耿 被广泛应用到各个家庭当中 麦克是科技公司的保险代理 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处理机器人故障引发的客户纠纷 麦克每天奔走在这些琐事之间 他像一具行尸走肉般重复着一样的生活 正如邻里高楼之中重复播放着虚拟影像 他受够了这样没有希望的生活 麦克时常会回忆起童年的阳光沙滩和大海 他打心底渴望离开这个没有未来的世界 这天麦克接到了一个棘手的案件 一个警察射杀了一个机器人 原因是他看到这个机器人在自我改造 也就是说机器人没有追寻第二原则 这种情况在之前还从未出现过 麦克发现被射杀机器人身体中藏有很多外来零件 众人怀疑有机械师改造了机器人 为了一探究竟 他来到生产机器人的工厂 期间麦克发现了一个可疑的机器人想逃跑 于是他便一路追了过去 最后无路可逃的机器人居然在麦克面前自焚 这说明确实存在没有第二原则的机器人 麦克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告诉上司 但是没人相信麦克说的话 在检查中 他们从机器人身上发现了珍贵的核能电池 由此麦克怀疑可能真的存在机械师 不但偷窃核能电池 还破解了机器人第二原则 可专家并不相信这样的事情会发生 还强调在机器人的仿生内核中经过了量子加密 所以是不可能有人破解的 但是事实就摆在眼前 麦克决心揪除隐藏在事件背后的机械师 晚上麦克回到家中 对即将分娩的妻子说出了想要搬去海边生活的事情 而妻子非常反对麦克的想法 因为搬走意味着要放弃现在稳定的生活 两个人意见产生了分歧 最后麦克被赶出了家门 他回到被射杀机器人的事发现场 结果却无意间发现了暗阁中藏着的核能电池 这更加验证了存在机械师改造机器人偷电池的猜想 第二天 麦克找到之前的肇事警察帮忙寻找机械师 两个人结伴来到平民区后 还发现了一个疑似被改造的机器人利尔 警察果断开枪打断利尔一条腿 因为只要找到修理利尔的人 也就等于找到了机械师 随后警察向麦克索要报仇 但麦克一口回绝 二人因此发生争执接下梁子 不久后一辆车过来带走了损坏的利尔 麦克一路尾随来到修理店 在这里他见到了修理利尔的女博士 但很可惜这位女博士并不是麦克要找的机械师 因为利尔其实是正常机器人 女博士并没有破解机器人仿生内核的能力 但是女博士把先前异常机器人的仿生内核 放到利尔身上后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利尔居然突破了第二原则进行自我改造 发生这种事情损失最大的其实是科技公司 公司大佬开会决定封杀这件事情 公众要是知道机器人能自我改造 他们的机器人谁还敢用 科技公司派人过来暗杀 根本毫无防备 女博士被一枪打死 麦克坐着利尔开的车机前逃生 最后虽然甩掉了追杀的人 但车辆发生爆炸 之后麦克陷入了昏迷 等麦克醒来时发现自己身处一片荒漠 并且面前又多出了三个机器人 他们拖着麦克往荒漠深处前进 麦克想返回城市 但因为饥渴炎热再次陷入昏迷 机器人们造出冷铃水仪器将麦克救醒 然后带着他继续向沙漠深处的目的地走去 中途麦克让机器人们把自己送回城市 虽然机器人打破了第二原则 但第一原则依然有效 他们判定城市对麦克来说很危险 拒绝服从命令 麦克还不知道是公司的人要杀自己 在途中偷偷给公司发了一个定位 公司的高层立刻派出杀手先去抓捕麦克 而杀手不是别人 正是上次麦克遇到的警察 这个家伙果然不是什么好人 还兼职杀手的工作 而警察对上次的事情还耿耿于怀 所以他在找到麦克后打算进行报复 两个人爆发了冲突 随行的机器人上前阻止警察 却接连被警察爆头 当警察准备杀丽儿的时候 麦克终于忍不住了 他拿起手边的信号枪打死了警察 又过了一天 丽儿和麦克终于抵达了目的地 这时麦克发现 自己苦苦寻找的机械师并非人类 而是第一代机器人 第一代像人类一样进化出了思想 突破了机器人的第二原则 并且还启发了其他机器人觉醒 得知真相的麦克有种被玩弄的感觉 麦克转身看着眼前的峡谷 产生了深深的绝望 一种无力感涌上麦克的心头 他意识到人类的时代即将过去 而机器人将会成为人类文明的延续 麦克将手中的核能电池 送给了第一代机器人 毕竟是他们救了自己 另一边 科技公司继续派出追杀者 他们带着麦克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 一起去寻找麦克 一行人穿过沙漠 途径警察的尸体 正在向麦克一点点逼近 晚上麦克亲眼目睹机器人们 将核能电池 放入他们制作的机器甲虫当中 一个不受任何原则拘束的机器人 就这样诞生了 同时第一代机器人还修好了汽车 这时他的智力恐怕已经超越了一般人类 第二天麦克驾车回家 机器人们正要跨越峡谷到对面的辐射去 去发展撞到他们的机器家族 而这时追杀者们带着麦克的妻女出现了 一代机器人被乱枪打死 紧接着丽儿也围在旦夕 这时麦克开车出现 一下撞死了两个追杀者 但剩下的追杀者将麦克逼到绝路 并且拿着枪对准了麦克 他正要开枪时 机器甲虫出现了 他将最后一个追杀者推下了高台 麦克这才脱离了危险 故事的最后 丽儿拿掉了取悦人类的面具 他带着机器甲虫走向辐射去 那里是人类不敢踏足的地方 而妻子载着麦克 驶向那个心心念念的大海 麦克中枪 身体早已到达极限 童年梦中的大海 那里是回不去的过去 更是到不了的未来 机器人从始至终没有伤害过人类 而千百年来 人类却一直在重复着自我毁灭 前路艰辛 何苦何必呢 我是爱讲故事的小米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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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